今天的成果还是可以的 海粒子还是很多的 海螺主要是小海螺 现在在海边赶海了 这里就是我们 湿海货的地方 它的位置在哪呢 在锦州市经济开发区的 叫龙海广场的下面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说说你看有很多人在这里 捡海螺 下面我们也到海里去看一看 这里的海螺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好找 主要是看你的眼力 就随着海边慢慢找 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 看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空的 有的时候捡到的 这是空的 这个小海螺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带肉的海螺 收了 还是不错的 就个头小了点 朋友们看 又发现了一个 螺 就是不是很好找 但是有 只要仔细找 还是能找到的 大家看一看 不错 这海边还有很多海栗子 这个不大吧 但是 里头也可能 估计也得有一点肉 我们也可以捡一整 这个就不错 收了 看看我们的收获 今天的成果还是可以的 海栗子还是很多的 海螺 主要是小海螺 看这个边上 全是海栗子 我们也抠一些 大点的 回去煮海栗子吃 它这个 小鸡蟹就藏在 这个小海螺里头 也就在动它 从而在动它 在爬行 这小海螺 为了生存 它隐藏的也非常好 你看在上面 包了一层的海菜 让你看不见 说是你也不太好找它 这块还是很多的 还扎堆 你看我们找到了好几个 在这儿不能 不仅能捡到这个海栗子 还能挖到花栗子 就这么挖 就挖出来的时候 还不少嘞 这个不大是吧 钱哪些我也带个小 鸭子来 睡一睡 不会的 挺好玩的 有个乐趣是吧 我今天捡了不少 这个小鸡 这个怎么吃 这个怎么吃 这个 这个也有钱 拿鸭签一条就行 那也能吃是吧 那肯定不如这些 小花还好吃 这海边全部都是在甲海的 我们一会也挖一挖 像个大哥一样 看能够挖出这小花 你现在能挖多少 可以 够吃一对的是吧 真厉害 真厉害 你会挖的行 再一个工具要好 真是不错 不错 就在这海边这样刨 眼神还得好 刨出来的 你得能看得见 咱们卖的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是吧 卖的 它是养殖 它养殖的 没这个好吃 没这个好吃 你不信你就是这个回家吃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60后慢生活 后续视频更精彩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也不信你